10点3 4分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家里的狗狗很调皮吗 可以请个狗家教来道府教学 而这可是全台正夯的新职业 原本关在笼子里的白色博美 一被放出来立刻兴奋的活蹦乱跳 但训练师一声令下 狗狗最后一动也不动 好动的白色博美 在训练师的指导下 一个口令一个动作 除了坐下外 向主人拜托也是一定要会的 不过人有失守 马有乱提 就算是训练有素的狗狗 面对摄影机的拍摄 难免还是会吐嘴啦 其实像这样 请狗狗家教道府训练教学 目前全台正流行 训狗师的行情北部八个小时就要价一万五 南部的话十二个小时则开价一万到一万二 而以南部这位教练来说 每个月通常能训练五到六只狗 一个月收入就快要七万元 算是非常不错 我在这边家教的话 他就有办法说 有问题的话可以立即解决 然后上课的时候也可以边学边上 比如说我去上课你也可以学我怎么教的 比如说你下次有再养一只新的狗 你也可以自己教 现代人对于爱犬很舍得花钱 不只小孩子要请家教 连狗狗训练都有家教 也让训狗师这个行业正夯 九年新闻南部综合报道